续关注奥运赛事的部分 我国女子拳击好手黄晓文 她今天在女子54攻击16强赛当中登场 面对的是来自保加利亚的佩特罗娃 在关键的第三战 疑似是遭到对方踩到脚而跌倒 电视裁判继续独秒 最终以1比4落败 无缘八强 这也让黄晓文明显失落 而另外在射箭的部分 男子个人赛 我国的选手林子祥跟戴宇轩 双场止步32强 巴黎奥运赛况持续进行 被外界看好夺牌的我国拳击好手黄晓文 最终无缘进入八强 黄晓文30号 女子54公斤级拳击16强战 对战来自保加利亚的佩特罗娃 第二三回合 黄晓文展现气势 将对手护齿套都打掉 不过关键第三回合 佩特罗娃的左脚踩到黄晓文的右脚 导致黄晓文跌倒依旧被毒秒 最后以1比4袭败 无缘进入八强 赛后黄晓文脸上表情失落 他认为最后明显是误判 自己被踩到 但裁判竟然毒秒 和对手没有差很多 下次会更自信一点来应战 不少网友赛后 替黄晓文打抱不平 而拳击教练刘宗泰表示 拳击都没有抗议机制 非常可惜 但黄晓文还没有到退休的时候 在国际赛还是很有竞争力 希望大家能多鼓励他 而中华队80奥运设计男子个人赛 选手林子祥 64强赛表现稳定 无奈32强赛就对战 南韩大魔王选手金幽阵 而戴宇轩对战地主队 法国选手一度进入延长加设 但两人双双止步32强 也让台湾粉丝直呼可惜 记者综合报道